不 是凶手 是置我于死地的凶手 你又发什么神经 你又发什么神经 你怎么回在这儿 你睡不睡 你不睡我睡了 居民怎么回在这儿 还跟我穿情侣睡衣 你是不是想跟我 没收到那一套 云云 你有勇气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别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做什么了 怎么把我跟余鸣搞了一下 余鸣 怎么可能啊 我什么也没做呀 完了 不会是那次广播室 成功了 新的技艺 所以 这是07年新发生的事 真是搞不懂 就这点联系 就改变我万年诞生的现状了 不管怎么样 在我彻底调查清楚 NP3的运行机制之前 你不要再胡来了 听到没有 那你先告诉我 这次的高雅艺术进校园工艺篇 我失常了吗 工艺篇 我忘了 你再想想嘛 你等一下 我去找找视频 应该还在KK空间里 好 好 好 不 还在你 嗯 女二号 这么厉害 那我可不用准备了 宋大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开始呢,我其实没有想过,我要当演成,他有一个机会呢,就是我一个朋友让我跟他一起去试镜了,结果因为可能我那天呢,就比较放松啊,比较自然,因为那个导演真的就选上了我,果然啊,精子一定会发光,真正出色的人是不会被外国的,然后哪里哪里,其实我走上演员这一条路呢,是无意当中的, 其实我需要,觉得我有更多的努力吧,以后 诶,你真的不去试镜了,你要是去的话,主角肯定是你的呀,哎呀,你不懂,真正的主角是不能主动去试镜的,那不去试镜怎么当主角啊,要等着被人发现呀,你没听说吗,什么梁朝伟啊,刘德华啊,都是陪朋友去试镜, 一不小心就被心态给发现了,这才是主角该拿的剧本呀,有道理啊,嗯,你可以假装不报名,到时候找借口陪别人去,然后再被导演一眼看中,嗯,不是导演看不到拍啊,不可能,真正的, 品业下 dijo,ugう Pues没听说我,那刘德华忠祥说我没有怎么会听的了,我不是没看到了,就是没有人来胡说她的 Avatar陪别人去的你的 doe圈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小卖部的大爷又出去玩了 让靳雨昊在这儿收拾烂摊子 靳雨昊睡着了可不好叫醒啊 买单 他这个样子去试镜真的可以吗 不行 我得找个逼托来 要找一个帅的 但是又没这么帅的 总而言之就是要找一个 帅得恰如其分的帅哥 行 行 行 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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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 给我个三分 什么突然想找帅了明儿 不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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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明明 你怎么在这儿 不好意思啊 可能没看见 海拔差距有点大 有些人的营养大概都是用来长身体 难怪不长毛 给你补补脑子吧 在原地的我 这太阳也没打几遍出来啊 给脸不要脸 你的贿赂我收下了 说吧 找本带还是什么事 那个艺术节的影视拍摄 你打算帮忙吗 我不知道那个干嘛呀 我们篮球队马上选拔了 我要训练 对那个没兴趣 不是要让你去一点 就是让你和我去一趟试镜就行 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灭绝失态让你来做动员工作呀 你应该去找马兴奕 冷阳相当他们 我没兴趣他们可积极了 你本来就是必须要去 必须要去 别人不行我就要你 算了 本来也没想叫你的 反正我觉得 我们都觉得 靳雨昊现在比你可帅多了 他肯定能当上男主角 我找他去了 暗内试镜几点在哪儿啊 你自己想吧 你自己想吧 情感成长 你干嘛呢 是不是又乱放了电脑了 我没事放你电脑干嘛 内戏怎么样 要不咱就别干了吧 睡觉吧 宋导的试镜 我还剩一点材料没法完 你就出去睡吧